与施永青对谈 师先生,我们今天讲一讲 因为刚刚过去这段短时间有几个消息 例如有很多的商铺刺出来 另外有些戏院交不到租 被业主入品 政府方面,金管局提高了商用物业的讯贷乘数 由四成至五成 这些状况,你的观察是否短期 还是比较中长期的影响 非住宅物业受的冲击是比住宅严重 所以这次政府只是放宽非住宅物业的案件 未曾去到住宅那边 当然你可以说住宅 之前特首在施政报告 已经是给那些800万以下 1000万以下那些已经放了一次 住宅和工商类型物业的差异 第二就是住宅有刚性需求 通常用家会自己买房 买房的人本身可能受到住的需要而去买房 而在工商铺这类型的物业中的差别是 投资者和用家是分开的 通常买房的人 买房、买写字楼的人通常是投资者 他买了之后租给用家 所以买的人对投资的敏感度是比住宅大 住宅迫来要结婚老婆生了小孩 或者转了工 他有个实际需要去决定买不买 所以多了一个动力 所以住宅市差极都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经济不好 前景不好的时候 用家继续租楼 但投资者就不愿意入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放宽住宅 他要面对一放宽 可能多了人买 楼价会上升 政府会被人指责 但是非住宅物业 我相信他放宽 都不会成为大量日市的诱因 只不过减轻日市的人一些负担 以及有资微利好作用 所以他觉得做这些事 政策上被指责的机会会低一点 政治风险没那么大 是 政治风险没那么大 现在做的原因就是 去年有社会运动 又有拨铺 又有客源少了 你的铺的使用价值下降 你可以帮经营者 带来生意的能力下降 你的租金 当然收不得那么贵 以前收那么贵租 因为我很多客人做了很多生意 现在没有了 他生存也有问题 所以游客区的铺 价钱跌得多一点 非游客区本土需要的 譬如你租了给做超级市场 街市现在有些影响 但企业都影响相对少 人们不出街吃饭 都要买菜吃饭 所以有一些铺就影响少一点 但游客区的铺的影响比较大 到了疫情 整个经济都半停顿 连写字楼都受影响 你提到写字楼 我真的想问一下 因为写字楼的状况 好像看一些个别消息 个别的租务成交 比高峰期都跌得比较多 有些租金跌了接近三成 这个你看是一个什么现象 一个是生意难做 当然不再扩张 你不扩张需求便少了 或者一些受疫情下 有些人倒下了 有新的供应下 你要抢租客 唯有选租 所以现在租金正在下跌 加上早一轮可能亦都市好 亦都很多投资者 希望卖出卖日赚钱 现在本来是做短线投机的 卖不出唯有做长线投资 长线投资知道暂时卖不出唯有出租 所以租盘是增加了 空置是增加了 所以写字楼的租金亦都下跌 现在租金下跌得多过楼价 原因是现在全世界都减息 QE 息率低了之后 投资者对回报的要求都会低一点 如果不要求那么高回报 租金跌了一点都可以接受到 所以现在非住宅物业 租金跌得多过楼价 楼价还可以博长远一点 又不肯立即认输字 这个是否其实都跟写字楼的整体供应 没有大变动 当然整体供应有增加都是一个压力 但是现在是勇敢的退 新的人去创业 做生意的减少 造成压力比较大 还有之前有一堆叫共享经济 租一些写字楼回来 分开一张桌一张桌 或者一个小小的租给人创业 作为一种生意的新模式 很多人是做这种生意 就辣了很多写字楼 现在发觉这盘生意没得做 又交出来 所以就供应多了 共享经济 其实最初上大家都比较看好 现在真的可能面对社会环境 有不同的一些变化 好 今天和私人聊到这里